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动不动有人三五年就换车 好像这个车的周期三到五年 就已经到了该寿终就寝的一个地步了 还有人说什么开了电车之后就永远回不去了 我特别不敢认同 如果在我几年前 可能我的就是资金周远能力还不太好的时候 比如说我开了二三十万的车 我换个二三十万的电车 我觉得可能我回不去了 但直到我开了一些RS性能车 或者一些顶级的跑车的时候 我觉得电车和油车依然是有很大的区分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台代步车就是乌尔沃的V60 这台车的车龄超过十年了 但是论底盘质感加速体感 包括一些机械素养 我认为真的不亚于 现在很多四十万的一些纯电动的新能源 我不是说加速多么快 而这是放眼现在 其实我们很多华系车在走高端的时候 似乎忽略到一些点 不是说屏幕大就一定好 不是说人工语音的唤醒就一定的高级 也不是说你那所谓的各种智能驾驶辅助 不让我介入 这就是真的智能驾驶 有时候我为什么 就是跑长途会用一台老车来跑长途 就是它给你带来安全信心 包括你想要的驾驶乐趣 它能随时满足你 那好 接下来给大家聊聊 220T直列五缸的 还不是Drive-E发动机的 61T的V60 动态表现如何 这台V60它加速不快 220T的直列五缸发动机 只有214匹马力300牛米 你要按马力参数 它真的是弱爆了 对不对 你发现现在电动车动不动 单电机已经三四百匹了 然后它是一个6AT的变速箱 它的换挡有冲击感 同时它也有这种马上要脱挡的 这种小小的间隙 都会有 但在我看这恰巧是燃油车给我带来乐趣 比如说我现在变道 我能感觉到我身踩油门时候 我会有个半秒到一秒的一个延时 这个延时是你和这个车熟悉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预判 你再变道回来 你要先身踩 然后再把车的速度提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 可能开过一定老车的朋友们 都会有这种感觉 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我注意我说的是仪式感 同时这个车的一个定速巡航功能 也很有意思 它是只有定速 没有自适应巡航 通过这个加减来控制 很多人说 现在这车都已经自动驾驶辅助了 定速巡航老掉牙了 是不是很不实用 其实当然不是 你要知道老的奥迪那个小拨杆 包括奔驰这个小推杆 我依然非常喜欢 因为你一直保持一个专注驾驶 比如说前车速度近了 我可以切换到一号的快车道 如果前车速度依然不够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减号来控制这个车速 本身你跟这个车就有一定的磨合 对吧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再带一脚刹车 所以我觉得 虽然这个只是一个最基础的 或者说一个比较老旧的定速巡航 但它的适用场景化并不差 并没有说电动车 普及了这种驾驶 这种老车就不能开了 我完全没有这种观点 反而我为什么今天出差 在长途要开这台车呢 因为它就是没有里程焦虑 非常的简单 对吧 95加满一箱油 基本就能跑个七八百公里 你完全不用像一个电动车一样 我承认现在电动车技术 已经普遍都很成熟了 而且充电条件其实也可以 但是你没法避免 哪怕我们就在江浙户周边出差 你到了目的地 也要啪插上墙不能 如果像我们这种当天往返 或者急来急走的这种旅行的话 好像燃油车 在我眼里 还是我的主动选择性会更高一点 那接下来聊聊底盘质感 为什么我讨一台老的V60 沃尔沃的底盘 是我同价位和级别的进口车中 包括BB的一些豪华车中 我是偏爱的 就是它的相对速度 会让你感觉来的比较慢 我总是在强调一个词 就叫相对速度 那这台V60的相对速度 就非常的慢 尤其是在高速时速120巡航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车 好像只有个八九十的感觉 就是有这种错觉感 其实已经速度非常快了 同时它的音响质感也非常好 之前有精彩我说过 就是高速的时候 这个车听歌是能听得进去的 词是能听得清的 再加上这个方向的指向性 这个方向盘是偏大的 就是持过的感觉 不会让你有那种 想要激烈的驾驶欲望 在配合上这种换挡拨片 虽然它没有给你强烈的 激烈的驾驶欲望 但是当你想象到超车的时候 它又能够很迅速的给你一个 通过降挡和涡轮介入 来的那个小小的 框汤推那一下的感觉 谈不上极强能推背感 但是乐趣是非常棒的 最后给大家回应一下 就是关于车子老了 车龄长了 二手车是不是底盘的 一些易损教要更换 答案是肯定且一定的 就是这个车是一个 原版元气的车 没有问题 零过户在我手上 只过了我一道手上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底盘的元件 会随着你的年份 哪怕你不行驶 你哪怕自然放 它的橡胶衬套 也会进行老化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总是 人云亦云 说什么丰田的车 二十年多少年不带换的 不带换 只能说明它能开 不代表它的底盘质感 没有衰减 如果你想追求新车的质感 有些原件 弹簧原件 包括螺旋衬套 什么的肯定是要换的 你想都不用想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如果适时的时候 我该更换 也是要进行一个更换 更换不是因为 这个车的底盘不好了 而是一些原件的衰减 所以我觉得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 看待这个问题吧 没有车是开不坏的 也没有车 是换了原件之后 和原厂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好比人动了手术一样 对吧 你看我动过手术 它的弹跳就是没有以前高了 但是你说我影响运动吗 不影响 好吧 那关于二手车 包括这台老车 我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我好奇问一下大家 如果给你个8到10万的 购车预算 买一台家里的代步通行车 欧系车中 你会选择什么 驾车车系 你会选择什么 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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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选择什么